HELLO 各位FG的網友大家好 我是小偉老師 今天你是不是要跟同事去聚餐聯誼呢 其實擁有不脫妝的妝容呢 是必備的關鍵 今天老師來教大家 怎麼樣打造出一個不暈染的妝容的技巧 要打造一個不易脫妝的妝容呢 其實你要準備一罐化妝水 衛生紙 海綿 以及一個眼線膠 防暈染的睫毛膏 和蜜粉 就可以打造一個不易脫妝的妝容 我們上完底妝之後呢 再來我們就要輕壓蜜粉 來定妝 整個均勻的呢在臉上呢 把它點壓 讓它更服貼 壓完了蜜粉之後呢 再來呢 我們就可以用化妝水 大概離30公分呢 然後臉稍微微微抬起來 再均勻的把它噴上去 再來稍微給它拍打一下 讓它整個吸收 讓它的粉呢 更服貼 最後呢 最後呢 我們可以把多餘的化妝水呢 再把它吸取起來 用衛生紙 在臉上 這樣把多餘的水吸起來 細節的地方也可以再加強一下 再來呢 我們來使用 比較不暈染的眼線膠呢 你在畫的時候呢 眼睛看一下 面 然後呢 我們可以從眼睛的中間開始 靠近睫毛的根部 你可以選一隻比較圓的刷子 這樣可以比較快速也比較自然 從眼睛的中間再到眼頭 最後呢 我們再把它接到眼尾的地方 最後我們把它接到眼尾 後眼角的地方 這樣一點點很自然 然後把它輕輕地暈開 然後這樣眼睛呢 就會看起來 有神 而且 不暈染 如果想要讓你的睫毛呢 感覺是非常的捲翹呢 所以你在畫睫毛膏之前 你要先幫睫毛牙翹 所以我們可以從睫毛的根部 輕輕地按壓個三五下呢 再到睫毛的尾端 慢慢往外 手也慢慢往上提 再來呢 如果你的睫毛膏呢 會比較多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在衛生紙上 稍微讓它 少一點 這時候呢 我們再來刷式睫毛 好 在刷的時候呢 我們盡量呢 從睫毛的根部呢 稍微左右往上 捲一下 讓它一根一根的 讓它根根分明的 效果 現在眼頭要注意 稍微捲一下往上 眼頭 再來眼尾 這兩個細節的地方呢 我們可以 用睫毛的刷頭的前方 前面這個刷頭 去刷它 有沒有 這樣子呢 就會加根根分明 好 再來呢 我們可以刷式下睫毛 讓上下的眼睛呢 都可以有放大的效果 所以呢 我們可以用實力式的 在我們睫毛的根部 下睫毛的 睫毛左右 這樣子 讓整個睫毛膏呢 包覆在我們睫毛上面 最後呢 如果你睫毛比較纖長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 平的 讓它有拉長的效果 我們在選擇上呢 選擇防暈染的睫毛膏 可以讓我們的眼妝更持久 用簡單的幾個步驟呢 你就可以打造出 不易暈染的涟漪 讓你成為涟漪對象 心目中的No.1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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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